南韓在LCD面板 全球市占寶座拱手让给中国之后 原本有南韩三星率先研发的折叠式智慧手机 全球市占龙头地位恐怕也不保了吗 越根治最新的市调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折叠机的市占率 华为几下三星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名 左右翻折两只手机比一比 华为Mate折叠机明显比三星Z Fold还要大 在市占率方面华为也一举超车三星 而中国荣耀则紧追在后 中国品牌乘胜追击 从销量来看 除了联想旗下的Motorora 年成长破千 经验市场 中国荣耀Vivo还有小米也是持续成长 反倒是对手三星年间25%跌破外界眼镜 中国当地的话 它销售量的确比三星好 但全球来看的话 主要还是在中国折叠机 大部分没有卖国际版这个问题 三星的周期是在下半年 他们大概每年的八九月上 是新的折叠机 所以在年中的时间点来看的话 他们销售量的确中手机 中国折叠机会比较多 三星作为全球折叠机霸主 尽管全球市占率 一度冲破百分之六十 不过如今仍不敌中国的爱国消费模式 在中国市场踢到铁板 三星占权权的副词综合报道